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琪 我最近很常看一個Facebook粉專是王介麗醫師的 醫師會分享很多他的期刊閱讀筆記 還有他自己的健康生活 所以我真的蠻有趣的 其中有一篇讓我覺得很有趣啊 水果吃太少會造成糖尿病 這是真的嗎? 這個是今年4月才發表在重量級期刊 Nature Medicine上面的研究 分析184個國家的飲食習慣 把11個因素列出來排名 並詳細去比較年齡、性別、地區等造成的影響 那這份報告認為呢 造成糖尿病最危險的因子是 全穀物吃太少 再來是精緻穀物吃太多 再來是加工肉品還有紅肉吃太多 有趣的是優格吃太少的影響 雖然比含糖飲料還要高 水果吃太少的影響 也比堅果還有蔬菜攝取不足的影響來得高 那以台灣所在的東亞地區而言 就是橘色這根 亞洲國家最大的問題 就是金白米吃太多 全穀物吃太少 那再來就是吃很多紅肉跟不吃優格 那要注意的是 馬鈴薯雖然是原型食物 但它澱粉很多營養少 所以一般認定的影響是比較負面的 精緻穀物比方說白米 因為不像全穀有那麼多營養 但還是有很多澱粉跟熱量 一般的認定也是比較差的食物 另外水果跟果汁是不一樣的 水果是原型食物 富含植化素跟膳食纖維 所以你吃兩顆蘋果可能就飽了 那果汁就不一樣 它把這些固態的東西都濾掉了 所以喝果汁可能會不知不覺 喝下8顆10顆蘋果的糖量 所以水果是好的 果汁是不好的 這份報告不得不說令人很意外 精緻澱粉造成糖尿病 這我可以理解嗎 有糖沒營養醫生都會說少吃 但是全穀物跟水果 其實澱粉跟含糖量都不低啊 最近這種大型分析飲食習慣的報告還挺多的 因為我們分析數據的技巧進步了 但不得不說 correlation is not a causation 有相關性不一定代表有因果性 水果糖分那麼多 多數的營養師都會跟你說要節制 但這份報告卻說可以預防糖尿病 我自己也是會有點懷疑 但我覺得這個解讀是這樣 多數去驗證因果關係的期刊 樣本數跟追蹤時數都很短 特別醫學營養方面的 不能夠代表實際情況 你短時間內吃減肥餐 跟你長時間吃減肥餐 這個對身體造成的影響 當然是不同的吧 那像Nature Medicine這篇 大型分析飲食習慣的報告 因果關係是差了一點 但它的確是比較能夠符合現實情況的 所以還是很有參考價值 但有沒有可能是因為 會去吃全穀物跟水果的人 本身就比較注重健康 常常去運動 作息也比較好 所以全穀物跟水果的影響 根本沒有那麼大 但認為水果健康的 不只這篇期刊 比方台灣飲食指南 也是有建議大家天天吃水果的 那王建立醫師也有列出來 根據台灣飲食指南吃 的確是可以預防糖尿病的 所以大家應該是不用太害怕水果啦 怎麼想 應該都比吃精緻甜點好 所以我自己是不會害怕吃水果的 只要注意節制 不要吃太多就好 另外台灣人的飲食習慣 普遍蔬果跟乳品吃的不夠多 但是精緻穀物堅果卻吃太多了 所以這點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喔 另外Natural Medicine這個期刊很有趣的 是1990年跟2018年的對比 30年間亞洲糖尿病的風險大幅上升 最大的影響是來自於紅肉 那金白米可能自古就吃蠻多的 所以影響反而是變少的 在跟我們之前分享的全球飲食習慣 那個期刊不已知 那份報告也是分析195個國家 但認為紅肉的影響是很低的 但紅肉一般被認為不好呢 是因為它有飽和脂肪跟膽固醇 可能引發心血管疾病 居然會引發糖尿病 好像是沒有什麼道理 不過有這樣的發現 其實真的不只這個研究 有蠻多研究都有觀察到 紅肉吃得多的人 的確糖尿病的風險會上升 但是重量級期刊Nature上的研究 認真分析後就說呢 找不到紅肉跟糖尿病的相關系 但是它也不去否認說 的確很多人觀察到吃紅肉多的人 比較容易得糖尿病 只是這個背後的機制是什麼呢 值得更進一步的研究 那其實很多科學研究真的都是這樣 我們不確定成因 但大型分析的報告還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那如果你不確定怎麼吃 攝取足夠的營養 天然食物全食物 可能會比避開有傷害性的含糖飲料 還要來的更重要喔 好那我們今天到這邊 今天就想要告訴大家 correlation is not causation 這種大型飲食分析的報告呢 的確沒有什麼因果性 但還是很值得大家參考的 營養學的結論雖然常常在變 但是原型食物全食物 不吃精緻加工食品 是絕對安全的好法則 那可以不用太害怕吃水果 不過記得要適量與節制唷 喜歡這影片嗎 訂閱我們的頻道 幫我們按讚分享 跟我們點鼓勵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拜拜